大家兄 時光義官 接來主要三區 在這邊就七十三點四五公斤 在面向下有在這三點七公斤 在接接來農民通常在12月中下旬 對六修來進行接駛 緊接限中來10月作成 發育不良停止盛展 關乎農業處日前回到 在街上工作以及台南區農業概念 造成抗災收作 分別臣王兩位行政 來了解來也順海的進行 農業處技術黃燕華的標示 因為之前受到年齡的工夫 還有劑溫的影響 普遍接觸不良 這間的感染店 都由這個狀況來發生 台北農委會 如果是有公格現金救助 救助的壓度 每公金是六萬塊 到時候也會請農民 向上公訴來申請 高階離稅因為受到年日降雨 跟前陣子低溫的影響 普遍都有劫碎不良的狀況發生 剛剛勘察 這邊殺坑兩個點位 其實也是普遍有這個狀況 所以 後續我們會再勘察更多的點位 經整體評估如果達救助標準的話 我們會提報 要有相關資料到農委會那邊 看能不能公告現金救助 那如果有公告現金救助的話 一公頃的話是六萬塊 到時候再請農民這邊 跟公所去做申請 目前嚴重的是差不多八成 比較輕微的差不多五成 所有的面積呢 我們班裡面有三十公頃左右 幾乎大大小小都有受損 這樣子看起來幾乎全部都有受損 我們總共多大面積 差不多三十公頃 這是因為什麼原因受損 我認為是因為 這個經常天氣不穩定 經常下雨 開花的時候就不受損 就這樣子 而且又最近這一波 連續七八天的下雨 也影響蠻嚴重的 我們相公所呢 經常打電話來詢問我們 所以說呢 我們也很感激他 不過技術上的問題 他沒有辦法幫我們解決 行政上呢 像我們這次申報災害 他就很快的就幫忙我們 在這三小班 小班長的標示 他們三十公頃的 整體面積 幾乎都有受損 大大小小的損失 都總結有被剩 受損的原因 就是天氣不穩定 失靈沒辦法受損 雖然在這香港所 有一直關心狀況 但是技術上的問題 香港所比較沒辦法協助 不過是真感謝 他們可以快速解決 那真正上的財害補助問題 細心新聞正義 先進去 希望才會放到 旺TV行動客服 全新登場囉 現在只要下載 旺TV行動客服APP 並登入您的收視戶資料 就可以馬上查詢 電子帳單 發票 即直播頻道等 行動帳單 客服服務 讓您帶著走 依次滿足所有需求 旺TV行動客服 最聰明 請快去下載喔 旺TV數位電視 旺TV 旺TV